在中国有一位袋鼠专家,他的团队攻克了小食性野生动物人工育幼的世界性难题,他叫沈伟,中国第一批人工育幼袋鼠的饲养员,他还有一个隐藏身份,动物弃鹰的超级奶爸。 在重庆乐和乐都景区,生活着从全球五大洲14个国家引进的430多种超过3万只的野生动物。36岁的沈伟在这儿当动物饲养员整整16年,他主要管理袋鼠和一些幼小动物的生活。 6月16号早上,记者来到乐和乐都动物救助中心,看到正准备喂小袋鼠喂奶的沈伟,只见沈伟和助手按住一头母羊,挤了一小盆养奶,沈伟取出50毫升养奶,加热到30摄氏度,听到沈伟的呼唤,保温箱吊带里的小袋鼠探出脑袋,乖乖地喝了起来。 沈伟告诉记者,这只名叫巧克力的小袋鼠出生时,袋鼠妈妈受惊而亡,小袋鼠在妈妈育儿带内尚存一丝气息,沈伟发现后赶紧将小家伙放进了保温箱,但小家伙不吃不喝,这可急坏了沈伟,尝试过不同的婴儿奶粉,牛奶,养奶,终于小家伙愿意喝鲜养奶了。 小袋鼠在保温箱里烦躁不安,一直站立不肯躺卧,沈伟用软棉毯,模拟袋鼠妈妈的育儿带,为小袋鼠制作了一个吊带。 它这样吊着,就感觉就是它好像在它妈妈育儿带着,后来就现在那个箱子里面,然后每天也是这样,带着它,这样挂着,小袋鼠在这里面去的时候,放在那里面去的时候,它还是这里面自由地翻身啊什么的,都比较方便。 天气好的时候,沈伟会将吊带挂在自己身上,带小袋鼠出门晒太阳。 刚把它放出来,它就会围在那个草坪,搞一个大圈儿,特别的兴奋就是那种,走,吃吃吧。 巧克力,来,巧克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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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半年多来,沈伟吃住在救助中心,守护着它的小袋鼠,每天定时八次喂养,在它的精心照看下,小袋鼠巧克力恢复得健康。 然而,忙完了小袋鼠的吃喝拉撒,隔壁房间的非洲豹和小白虎,同样是被母亲抛弃的弃鹰。 这几个小家伙每天需要喂奶八次,排便六次,同时照看这么多动物奶娃,沈伟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。 沈伟告诉记者,它第一次抚养动物弃鹰是在2013年,救助一只不足月且生命垂危的吊带小袋鼠小米渣。 当时,它经过不断尝试,调制出了与母乳营养成分相似的奶水。 为了保暖安抚情绪,它精心研制出柔软的沈氏育儿带。 那时候没有经验,沈伟在500多个日夜寸步不离守在小米渣身边,将其成功饲养长大,攻克了好食性野生动物人工育有的难题。 有了成功的经验,各种猛兽弃鹰陆续被送到沈伟手中,沈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超级奶爸。 小狗狗他们觉得反正你都养了这个小狗狗,顺便把这些一起养了,然后从那开始,然后基本上那些小狗狗,都是我在为救者。 沈伟表示,这些弃鹰在他心中都是孩子们,不仅是因为他将它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精心照料呵护,更因为他希望这些弃鹰能够长大成为独立的个体。 沈伟说,与喂奶相比,断奶同样重要。 在孩子们度过危险期长大后,他会慢慢减少与他们的相处与互动,并用训练激发他们的野性。 沈伟说,自己这个奶爸与他们真正的分别,才能帮助他们回归族群。 我就从小开始养他们,然后慢慢的把他们养大,然后到最后把他们送走的时候,感觉还是真的非常的舍不得。 你就不能经常去接受他,你经常去接受他,他时间久了,他就还是没有那种,他还是很连理的社会。 所以有时候你要刻意的就是要去逃避他们,就是说不去看他们啊,之类的。 但记忆不会褪色。 之前,尚未满月就被母狮遗弃在野外的小狮子多多得到了沈伟的救助。 受五个多月的精心照料后,被放回猛兽区龙舍。 大半年后,沈伟来到龙舍前,多多就认出了他。 打开龙舍后,多多就来到沈伟的腿边,绕着沈伟转圈,靠在他的身上。 此时的多多卸下了所有的防备,就像一只大猫一般温顺,对着沈伟撒娇甩尾。 而沈伟的脸上也一直带着笑容,与多多重温幼时的互动。 就像是多年后再次相逢的老友一般。 工作中的沈伟非常专注且忙碌,满满的日程背后是一堆嗷嗷待哺的幼崽。 十多年间,他不仅将自己饲养的袋鼠家族从零星数量发展成了大家庭, 还博育了上百个野生动物的生命。 但他说,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动物饲养员, 如果说在当动物奶爸中有什么心得,就是那句话, 人类是动物的朋友,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相濡以沫,相忘于山林。